Hello,大家好,我是旺旺,欢迎来到可爱妮妙的小窝 那今天的这篇美妆日记呢,也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如果我的眼影合集 这句话我都不敢说出来 不敢张口啊,就是如果只留12盘眼影盘的话 我会留哪12盘 那大家基本上都是Top10啊,就是前10名 但是我真的是缩减不了前10名 最起码得一年12个月,一个月来一个眼影盘吧 对不对,所以呢,我就是留12个眼影盘 包括小的眼影的Quad 小的眼影盘,然后包括大的眼影盘 我只留12个,我会留哪12个 今天这个视频的录得挺痛苦的 我在翻我的这个合集当中呢 从200多个眼影盘里面选出12盘 真的是非常非常有难度啊 但是从各个角度,怎么说呢 各个角度去考虑了,就是 我并没有考虑价位上 但是就是说,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妆感 这一盘眼影可以给我的妆效 如果我拥有这12盘 我各种妆效,各种妆感 想要的颜色,质感 是不是都是我要求的 我觉得这12盘就是可以全部都达到 没错,我说出来了 这12盘啊 然后大家莫数5秒钟啊 大家想一下 有哪几盘可能会在我的collection出现 如果你是刚开始有follow我的朋友啊 12345 第一个,没错 就是我一直都在说的 Tomford的四色眼影盘 大家猜一下是哪一盘 不是coco mirage啊 因为coco mirage已经要停产了 然后我今天说的这些眼影盘 就是你现在仍然可以买到的 仍然在线上的 不是限量的啊 如果说到限量的话 我有几个限量要说 但是因为买不到了 所以也没有必要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就是Tomford的这一个 四色眼影盘的body heat 没错 大家这一盘在这里边 真的是太漂亮了 这一盘跟那一个honeymoon的区别 就是honeymoon呢 要稍微的再红色痛一些 颜色的要深一些 这个呢不仅有这种红色痛 也有neutral痛在啊 这四个颜色非常的漂亮 我简单给大家试一下颜色 我最近在家就是这几个颜色 我也是用爆的 OK大家 简简单单试色在这里边 是不是让你非常惊艳 那这一个眼影盘呢 是Tomford他们家 非常典型的baked jelly系列 就是你既可以试用 也可以干用的这一个啊 眼影盘 我自己呢是 基本上不太会去 试用一个这么贵的眼影盘 因为就是 你经常就是沾一些 这个液体的产品去啊 触及这个眼影的话 过期要相对比较快一些 所以我的眼影在我的collection当中呢 过期是最慢的 只要不让我的眼睛有过敏的这个现象 我基本上都会把它保留下来 如果我很喜欢这个眼影盘的话 那实在是非常喜欢 大家知道 我有很多眼影盘对我后背的 就是因为它是限量的 我很怕它就是停产 所以我会买一些后背的 那这个呢 因为是线上的 如果大家对Tomford他们家 baked jelly感兴趣的话 我觉得body hit这个颜色 实在是 实在是太漂亮 我知道好多朋友喜欢 seductive rose 还有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dance 那个rose dance 还什么的 其他的那些 但是我很喜欢 很喜欢他们家 baked jelly之感 所以这个是 一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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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 我必备的一个眼影盘 我可以不要coco mirage的 说实话 但是这个 一定要 超级喜欢这个 我很喜欢这种比较sand finish的 但是又很好去 你知道 build up颜色 这样的眼影盘 超级赞 这个呢 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我要说的是一个开价品啊 就是我最近拿出来用的 这个melani的 这一个 我想谎到大家 这一个soft and sultry 这一盘 这一盘呢 现在这一个官网呢 是打折 我原来我在 我是在automate 那我忘记了 我买的是15美金 我记得是啊 然后而且还有这一个折扣 那它现在好像 10块钱不到吧 打完折之后 是这样的一盘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颜色的 这个arrangement呢 排列呢 是一套一套一套这样 大家看到 比较neutral的 cool tone的 然后中间色的 warm tone的 三套都在这里边 而且我跟大家说 这里边的这一个雾面 真的是这个 大家看到 这种base的雾面 超级赞 不输给 任何的 高端品牌的产品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 这些颜色呢 可以把它当成 这一个crease的颜色 然后打一个底 然后再去 约染你剩下的这些眼影 那这一盘里的 mortalico 我就不给大家多吹了 我每次都在 说这一盘 而且 大家可以看到 它底下这个深色 非常非常的饱和 非常的饱满 颜色非常的rich 就是 如果你想简单的上妆的话 你可以用上面几个颜色 如果你想要烟熏的话 可以把下面的加上 而且有这种非常深的这个颜色 你可以把它当成眼线来用 在开架品当中 我觉得 即使一些比较高收的品牌 也不一定有颜色的选择上 会做的这么这么 完整 我们不能说它完美了 完整 所以我觉得这一盘 一定一定会成为必备的 我强烈推荐可以去试一下这一盘 仍然推荐 那下面这一盘 我不能没有它 我自从买了这一盘之后 我一直在犹豫 要不要买个后备的 但是我没有啊 因为 这边的这个颜色呢 不是限量的 仍然可以买到一些单个的颜色啊 就是Bobby Brown 他们家的Night Drama 这一盘 你还是可以买到的 在一些网站上 还是可以买到的 而现在各种折扣 它里面长成这个样子 大家看到 太漂亮了 我跟大家说太漂亮了 我不知道Bobby Brown 其他的Nude 就是裸色的眼影盘 为什么就是 颜色总是 这么暗 颜色为什么做的 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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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怎么说呢 Cover 就是雾面的颜色 不是那么平均 但是我跟大家说 这一盘里面的这一个 颜色 这一个头皮的颜色 然后这一个 Bige Tone的颜色 超级漂亮 然后这里边的这一个 Eye Shadow Topper 现在不都流行这种 shear这种吗 然后这里边这个蓝色 我很少用这种蓝色 但这一盘这个蓝色 我用过蛮多次的 说实话 非常非常漂亮 这一盘真的是 太赞了 太赞了 我怎么说呢 如果有的朋友 你想入一个 一盘眼影了 然后你可以打造 Neutral的 这一盘你完全可以打造 这一个比较大地色系的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它有这种比较 Neutral Tone的在里边 浅一点的颜色 在里边 非常非常漂亮的一盘 你可能乍一看 觉得颜色好像 在哪总见过 但是我跟大家说 上了眼睛之后 就是另外一个档次 所以这个呢 一定会出现在我的必备当中 不能没有它 下面这一个呢 也是冷色调的一盘 那说到冷色调一盘呢 我自己其实最喜欢的是 LORAC他们家的 California Dream 那个呢 我在去年 我的铁皮计划当中 我把里边的那个 灰紫色的金属感 已经全部用完了 而且我铁皮的那个眼影盘 然后那个就让我整理出去了 但是我还有个后背的 但是因为那盘是限量的 所以我就没办法 在这里给大家说 那我自己比较喜欢的 线上的就是VIZA ART 他们家的这一个 Lay-A-Zone这一盘 那Lay-A-Zone这一盘眼影 漂亮的不像画 漂亮的无像画 这是纯灰紫色的眼影 没有粉色tone在里边 其实粉紫色 像我今天眼睛上这一个 比较挑这一个妆感跟妆容 但是大家看到 中间这三个金属感 我的妈妈呀 太漂亮了 太漂亮 大家看到 看到 VIZA ART他们家的雾面 我就不多说了 这一盘非常赞 那至于其他的那个小的眼影盘呢 我自己不太喜欢VIZA ART 最近的一个趋势 就是他曾经的大盘的眼影的 眼影的量在分散开 然后挂到小盘里面 颜色又不是非常的新 但是出一个眼影盘 假如说里面是新的12色 或者新的9色 有一个颜色 两个颜色是新出的 还蛮漂亮的 然后我拥有了其他的十个八个颜色 然后我为了的一两个颜色 我再买这一盘 有的时候觉得挺不值得的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 然后所以就是 买一些他们家经典的 我还是很推荐的 VIZA ART这一盘 如果你喜欢灰紫色的朋友 这一盘你是不容错过的一个好物 然后现在正好有折扣 那说到VIZA ART 如果我拿出一个 全部是雾面的眼影盘的话 VIZA ART的这一盘 一定要排进来 一定要排进来 那我上上个整理视频的时候 我把TUFACE的那一个 Peach Matte那一盘整理出去了 因为我基本上不怎么用 但是这一盘 何时何地 我都会留着 这是他们家的这一个 01号叫Neutral Matte 他们家的这一个 12色的这一个眼影盘 Matte系列的 我全部都有 所有的雾面 我全部都没有 怎么说呢 都没有整理出去 而且我都有买 包括他最新出的 那个Warm Tone 我有买 但是他175美金的大的 我没有买的原因 是因为我基本上 是不怎么用蓝色掉眼影的人 所以他那一套 那八个蓝色的眼影 对于我来说 基本上就是废掉 大家没办法我的意思吗 就是我不会用 一说一半的价钱 我基本上就打水漂了 因为我根本不会去用它 但是这些颜色太基本了 太必备了 对于我来说 如果喜欢大地色系 喜欢有整套的朋友 我还是强力推荐来 可以去试一下这个 它的雾面 不会是那种厚重的雾面 你可以build up的颜色 然后它的颜色呢 又非常的sheer 非常的薄 不像你想象中 说哎呀我拍上去之后 会不会超级上色 会怎么样的 你可以把它build up 到一定的程度 大家可以看到 但是它没有你想象中 颜色一上去 就在这一块 很好很好 很好运染 这个陪伴我度过 N个春夏秋冬 OK 所以这个呢 我一定要放进来 这是第五盘 那第六盘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没什么疑问了 这一盘一定要进来 就是Two Faced的 这一个Sweet Peach 这个一定要进来 这个太漂亮了 这一盘我用烂了 大家可以看到 真的真的是太太漂亮了 从专业的彩妆师到 就是普通的 像我们这种 美妆博主也好啊 还是爱美妆的朋友们也好 这一盘就是 不会出错 不会出错 刚开始我买这盘 我也有时候 被它的味道 稍微有点抵触感 就觉得 哎呀 闻多了 感觉头疼 但是放一放 感觉 拿着闻一下 还蛮清爽的 还蛮醒脑的 味道不是那么冲啊 经过这么多年的洗礼 这里边这些颜色 实在实在太漂亮了 实在太漂亮了 所以就是 还没有买这一盘的朋友 你真的可以试一下 它跟很多韩系 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还是有很大区别 我仍然是非常喜欢这一盘 我就不再给大家多说 这一盘就是经常出现 我的这一个美妆品牌当中 那接下来这一个呢 我把它放进来 可能好多朋友会 觉得 哎呀 怎么把它放进来了 但是我真的 我有被这个品牌的 眼影经验到 就是KKW Beauty 他们家的这一个 Classic Bloom 这一个眼影盘啊 那不是bloom了 Classic这一个 然后它有bloom 还有一个 Fire什么什么的 限量的那一个啊 但是我想说的是 Classic这一盘 Classic这里边的 这个雾面 我总觉得 它就是很特殊 你知道它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啊叫什么 Master Yellow Master Yellow 这个颜色 它不会非常的土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 就有的时候 我们用Master这个颜色 在我这个 尤其是我这个 深的黄色皮肤上面 有的时候觉得 还显得我的妆感 脏脏的那种的 这盘完全不会 而且这边 这个Orange的这一个颜色 也要收敛很多 不会带太多的 荧光的感觉在里面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 它是一个Orange的颜色 这种Break 或者是Burned Orange 这种感觉的 但是它不带那种 太荧光的 那个红色调在里面 好上色 好晕染 颜色真的是 比较到位了 我的collection当中 没有这种颜色 然后收敛的这么好 这么到位的 我还是蛮喜欢这一盘的 OK 大家不要拍我 OK 每个人的这个 这个preference都不一样 然后接下来这一盘 我一定要放进来 就是Petmore Graph Labs 他们家的 等等大砖块 那这是它的第一代 Mothership的第一代 对 我的斯富兰折扣的 这一个shopping号 我要下个视频 再给我给它po上 因为我前后下了两单 另外一单 这个礼拜五才会到 所以我这个视频 我要不就礼拜五 那天到了录 要不就是礼拜六 给大家po上 到时候看看再说了 我可能会稍微晚一些 出乎意料了 买的一些 出乎意料的产品 到时候大家就知道了 OK 我买了它 Petmore Graphic新出的 那个Rose那一盘 之前没有抢到 大家看到这一盘 超级漂亮 我想说的是 这边这一个 沙沙的这种 Diamond的这个powder 我就不多说了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超级赞的 Glitter这种的 我想说的是 这里面的这一个 金属感的 跟底下的这一个 一块 大家看到 这四个颜色 这四个颜色 搭配起来 真的是超级超级 超级的漂亮 它不像其他那一盘 其他那些盘里面 感觉突然多了一个蓝色 旁边一个绿色 然后一个粉色 我觉得就是 看上去就是 有一点 怎么说呢 有一点 走神的感觉 感觉这一盘 我该怎么去搭配它 但大家看这一盘的颜色 就每个颜色 你都不会把它浪费掉 125美金 假如说 我只用其中的 一个颜色 两个颜色 那这一盘真的是 没有必要让它存在 没有必要去买 但是这一盘 就是每一个颜色 都很好看 每一个颜色 都不会浪费掉 有的时候 眼影盘就是这样子的 大家去买一个 眼影盘的时候 可能其中的 一个颜色 两个颜色 甚至是一半的颜色 都是废料 都放在那 基本上不怎么用 但是因为其中的一些颜色 打造眼妆 真的很漂亮 所以就集中在那上面 但是我想说的是 这一盘 就是每个颜色 你都不会把它浪费掉 我这一盘里面 每个颜色 我都已经 用到烂 好吗 非常非常喜欢这一个 Mothership的第一代 对不对 确认一下 然后剩下是四大盘 大家要猜一下 哪四大盘吗 没错 没错 OK Natasha Dinona的 这两大盘 一定要放进来 我只留12盘 这两个 我怎么会让它出去 完全不会 我超级喜欢这两盘 OK 其实有的时候 这两盘 来说完这两盘 够用了吧 这两盘不够用 好吗 它里面的Neutral Tone的 雾面稍微差了一些 总是感觉跳伞 错过了中间色 Peachy Tone的这种颜色 总感觉中间 少了一点什么 但是跟其他的眼影盘 搭配起来的话 像我今天眼睛上这一个 我就用的这一个颜色 OK 打在我整个眼睛上边 所以搭配起来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那当然这个 Warm Tone这一盘 要比刚才那一个 冷色调那盘 我要用的更多一些 尤其是 上面这两个 Metalic这两个颜色 真的是用满了 这样的颜色 超级超级超级漂亮 这里边这个颜色 跟它新出那一盘呢 不是很像啊 但是我自己最喜欢的是这个颜色 目前为止 我还没有找到可以替代这个颜色的 大家看到这个颜色 有点Peachy 有点Greenish Golden那种感觉 在里面上了眼睛之后 超级赞 而且它不会 它不是那种 像他们家 以前出的那一盘里面 有大的那个 你知道亮片 干不垃圾的那种粉 完全没有 所以这两盘 对我来说 完美 完美的两盘 一定要留下 那接下来这一个 最后两盘 也是两个大盘啊 倒数的这一个就是 Two Faced的这一个 Natural Love 那至于它那个 Last Love那一盘呢 有一些眼影呢 我并不是非常的喜欢 那一盘比较偏苦痛一些 但是比较偏粉色啊 紫灰粉啊 灰紫那种感觉的 但是这一盘 真的是超级漂亮 这一盘你还是可以买到吧 还是可以买到的 超级赞的一盘 如果你喜欢 大地色系的眼影的话 这一盘 如果你说 我可以错过它 那真的是错过好物 实在是太漂亮 这里边的这一个 金属感的仍然是 有点是在线的 就是不用多说了 然后雾面的 这一个Honey Butter 他们家也超级超级超级经典 怎么说呢 就是不容错过的一盘 就是必备的一盘 对于我来说 不能没有它 有的时候假如说 我想起来 我要画一个 有点春天春夏感觉的妆容的话 大家看我今天衣服 再看这盘眼影 超级赞 OK最后一盘 最后这一大盘 我一定要说一下 然后我可以把所有的 这一个辅助的眼影盘 把它排出去 但这一盘当辅助的眼影的话 我不能没有它 就是BH Cosmetics 他们家的这个 Folio Eyes No.2 可以看一下 超级漂亮 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 这个灰紫色 不输给任何高奢品牌 或者是高端品牌的眼影的感觉 亮泽度 大家看到这个颜色 大家看到这个粉色 我的妈妈呀 OK这边 暖色桶 粉紫色桶 灰色系绿色蓝色都在这边 如果你有的眼影啊 在你的这个collection当中 你需要感觉 我需要加一点东西在上面 但是临时假如说 我去哪个眼影盘找这个颜色呢 你就把这一盘拿出来 总有一个颜色 会给你的这个整个妆感 提亮一个程度 非常非常漂亮 因为它是foil的眼影 当然适用的话 超级赞 我想要追求的妆感 那质感 妆效 这是二盘对我来说 其实可以足够达到 那为什么说 你没有这 为什么会买其他的 就是想买 好这一口啊 就是喜欢这一个彩妆 这样子的 那今天这篇美妆日记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不妨多多点赞一下 喜欢的朋友呢 不要忘记订阅我的美妆频道 我们就下篇美妆日记 再见到大家 现在呢 应该是希望之光在即啊 希望大家仍然 Stay home Stay safe Bye